很多人都很害怕化妓 覺得化妓就很可怕 化妓掃命功怎麼辦 化妓掃功功怎麼辦 化妓掃柏功怎麼辦 單獨一顆化妓心 其實只是 你在這個工位上面 你會有很多你的追求而已 化妓做的 是最棒的事 這樣子的人呢 他比較容易 去成就他自己人生的價值 接著來談化妓 我相信有很多人想要 聽我談這個話題 很多人都很害怕化妓 覺得化妓就很可怕 化妓掃命功怎麼辦 化妓掃功功怎麼辦 化妓掃柏功怎麼辦 我這輩子就完蛋了 都賺不到錢 包含我們自己在幫客人挑 小孩子出生的時候 往往都很怕說 老師 我這個化妓掃命功怎麼辦 化妓掃柏功怎麼辦 我們會告訴你說 化妓 這個字拆開叫己心 你自己的內心 所以化妓其實是一種 每一個人對他自己內心的探討 所以一般我們會解釋成說 這個是你的內心有所空虛 空虛叫做我覺得我不滿足 所以我會有所探討 就好像我對我的體重不滿足 所以我一直對減肥的方法有所探討 我如果今天身材很好了 我就不會去了解 到底要怎麼減肥 對不對 所以你一定是覺得你有需要 有需要這種空缺 你才會努力去做一些研究 這個是化妓的基本概念 所以它叫做己心 你自己內心跟自己的對話 那你會對話是因為你覺得你空缺了 所以你需要對話 所以你會做探討 找不到答案的時候 你適當就覺得很痛苦 可是很痛苦往往也會是動力 所以很多老師的解釋會把化妓 解釋成各種的問題 各種的糟糕 可是實際上卻不是如此 化妓呢 它原始的含義只是一種空缺而已 式化呢 它是依照新耀而產生的 可是很多人會把它顛倒過來 很多老師會解釋說 巨門化妓容易遭口舌 因為他先覺得化妓有問題 巨門叫做講話 那講話有問題 遭口舌 可是他卻沒有去了解說啊 每一個新耀你要去討論說 他的基本的 原則 他為什麼會做這個事情 基本上是博學的新耀 為什麼 他最大的特質是 他深怕人家不了解他 我深怕你不了解我 所以我希望 說給你聽 那我希望說給你聽 這件事情 會造成我的空缺 這才是巨門化妓的原因 可是一般的解釋呢 卻好像是把它顛倒過來了 比如說無曲化妓 無曲是一個財心 正財心 無曲如果放在財博宮 表示這個人呢 他的賺錢上面呢 非常務實 腳踏實地 腳踏實地 務實的這個態度 讓他覺得 他的錢財有所空缺 並不是無曲化妓 表示他不會用錢 表示他不會花錢 表示他不會賺錢 不是這個意思 這個是顛倒過來的 這好像 空缺影響的無曲 不是喔 實際上是新耀 產生的化妓 我這個新耀特質 讓我覺得空缺了 讓我影響這個工位 覺得空缺了 我很認真賺錢的這個態度 讓我覺得 我在錢財上好像有所空缺 是不是等於我就賺不到錢呢 當然不是這個樣子啊 那個表示說 我很努力的去做嘛 但是我希望我可以得到更多嘛 這不等於我是賺不到錢 為什麼我們是建議大家說 談四話的時候一定要 加上新耀 絕對不要 只去談說 我的夫妻公化妓是什麼 或很多網友問我說 老師我的那個 田達公化妓是我因為存不到錢 不能夠這樣去討論 每一個新的話妓意思是不通的 區門化妓 一定就會 講到得罪人嗎 你怎麼不把他想說 他很努力想要跟人家溝通 他可能 100個人裡面 他也許得罪了30個 可是他努力的成功溝通了 另外的70個 你看到這30個 好像他得罪人 你忘記他可能有70個 他是溝通成功的 這個是我們常常對於化妓 有很大的理解上的誤差 單純一個化妓 只能說他就是有所空缺 比如說太陽化妓 你會覺得 太陽是什麼事情 要有所主導 而這個你想要主導 主導一切的這個特質 讓你覺得 你好像沒有辦法把事情做好 沒有辦法得到你的滿意 或者是 這樣的特質 可能讓你在人際關係上面 沒有辦法 這個做得很完善 比如說太陽化妓在 蒲藝宮 你總是希望在朋友之間 你是可以主導一切的 但這個態度 讓你的蒲藝宮 產生了空缺 表示說 讓你跟朋友關係 會有一個 破洞 那這個破洞 當然就表示說 你的人際關係上面會有一些 狀況和問題來自於 你什麼事情想要主導一切 太陽化妓 太陽星是 一個細心體貼 細膩的人 但太陽跟太陽都是 希望要能夠主導一切的 爸爸跟媽媽 只是太陽 比較強勢一點 太陰比較柔順一點 可是這個柔順的態度 如果放在夫妻宮 一樣也會是那種 我會希望什麼事情 要聽我的級別 我好好跟你講 但這個事情 我講過頭了 也會影響到我的甘心 所以 大家要去討論化妓 其實要去看 我是什麼星 這個星的特質 會影響了 我的這空位 有個什麼樣的空缺 那這個空缺 是不是一定是不好的事情呢 不一定 只是因為 我們會有更多的追求而已 更多追求 只要 我有足夠條件 我有足夠的環境 我反而會更好 因為我會更願意溝通 更願意照顧 更願意對人好 譬如說 連真化妓 連真化妓為求 它是一個 自律而自我約束的一個心妖 可是自律跟自我約束 如果過頭了 是不是就會 讓大家覺得不舒服 或者是過頭了 你就會覺得說 那個要求比較奇怪一點 不見得符合社會價值 所以一般我們講說 連真化妓的人 他會做什麼非法的事情 或者不對的事情 其實並不是這樣子 而是因為 它是照著自己的準則 去行事 不見得符合社會大眾的需要 或者說 天下化妓 天下化妓為印 蓋章的意思 蓋章的意思 告訴我們說 那個是一個 信守承諾的準則規範 可是 我如果 這個信守承諾的準則規範 這個因為 盤是自己的 我全部都是照我的條件 在準則規範 我是不是同樣的 有的時候我也會去 違反到 跟別人之間的狀況 跟別人之間的約定 因為我都用我的準則來看事情 它就化妓了 所以 為什麼天下化妓 只會說 會有一些所謂的 合約的問題 或一些 人跟約定的問題 人際關係的問題 也是因為這個樣子 因為我都照我的準則在做事 或說文昌化妓 文昌心是一個 理性有條理的一顆心藥 可是這個時候 我的理性跟條理如果過頭了 我要求太多了 我反而就會變成是 過度的 龜毛 各種的 條件 會讓人家覺得不舒服 文曲心是一個 感性跟浪漫的心藥 我說感性跟浪漫過頭了 你就覺得它很情緒化 這些事情 放在各公位裡面 都會影響到這個公位 好像 有所空缺 這個空缺其實就是你會覺得 不能得到你的滿足 不能得到滿足 你會更多去追求他 所以文曲畫妓在福奇宮 這個人會追求感情 因為他 感性的層面爆空 然後造成他總是覺得 感情上沒有辦法滿足他 他就追求更多的感情 那追求更多感情 是不是一定是不好的事情呢 不一定 你可以說他浪漫 你可以說他情緒 可是他通常也會是 最好的親人 或是最讓你覺得 surprise 的親人 OK 總之啊 畫技啊 第一 我們必須要知道說 他要看是哪個星所產生 不要顛倒過來了 他是 這個星 過度的追求 而產生了空缺 然後第二呢 他不見得是個不好的事情 除非 他在跟 其他的事殺同工了 因為我已經有空缺了 結果呢 我又過度的衝動 火星 或是我過度的堅持 勤揚 或是我過度的算計 零星 或者是我過度的 不知道該怎麼處理事情 陀螺 那當然 可能就會有某些破壞 否則單獨一顆 畫技星 其實只是 你在這個工位上面 你會有很多你的追求而已 他不見得是壞的事情 你追求金錢 他不見得壞的事情 你才會努力賺錢 你追求工作 那不見得壞的事情 那 才容易工作上會有成就 那畫技所在命攻呢 是最棒的事 因為 你會一直追求你自己的人生 往往 這樣子的人呢 他比較容易 去成就他自己人生的價值 所以以後再看到畫技 再來工位不要再害怕了 除非 他有碰到其他的煞星 然後再來解讀畫技的時候呢 不要只用負面的角度去想他 而要去想 只有你在空缺的時候 你才會產生動力 而人生有很多的時候 是需要動力的 好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